接下來是鄭天成 主席謝謝啦 因為剛剛 剛剛我們齊邁兄提到我 其實啊 我只有倒馬 倒馬絕對不會加馬 其實啊 為什麼剛剛我那樣講大家在笑 為什麼 其實我故意啊 因為很清楚 任期就到了 任期就到了 而我們還是有機會去選連任的 那大家同樣的道理 任期就要到了 今天大家質疑馬英九的就是這樣 今天大家對他沒有辦法信賴的就是這樣啊 你好奇怪啊 你任期要到了這個富如皆知 如果馬英九說他沒有辦法這樣他要辭總統 那大家也是笑啊 大家也是笑 所以我剛剛那樣其實就是證明 證明 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時空條件 或者過去的相當的準備 或者他所說的 這個 這個 國家的需要人民的支持 國會的監督 公開的透明 通通沒有 那結果會是如何 結果很可能 很可能如果不是一場笑話 那就是 那就是私下 按盤的協議 那就是 多少的利益 在這樣的倉促混亂之中 在這樣 接近 接近要 接近任期尾聲 自一的 在大家 在眼人耳目 暗度陳昌的情況底下 被出賣了 所以主席 趕快請夏立元過來 其實這是一個 最卑微的要求而已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接下請 鄭天才委員 再接下請 葉毅均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 剛才我們陳委員